本次世界杯是日本男队首次打进世界杯男团决赛 中国队派出的阵容同半决赛一样 首盘比赛马龙搭档雪芯 两人的进攻积极主动 很快以3比0战胜日本的上田仁丹宇孝希 第二盘出场的樊振东同样发挥稳定 他以3比0横扫张本志和 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跟张本志和打比赛吧 所以赛前也做了很困难的准备 所以在领先以后 我觉得还是一分一分去打并没有放松吧 第三盘马龙再度出场对阵丹宇孝希 丹宇孝希手感火热 然而马龙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 他积极调整节奏 凭借多变的打法总比分3比1战胜对手 这样中国男队也以总比分3比0战胜日本 实现7连贯 比赛我觉得今天中国队整体发挥都非常不错吧 然后无论是在场上发挥还是在赛前这种准备 特别是刚一开场这个大家这种调动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每一场双打呀第二场单打包括自己上来 觉得每一场还是大家有这种求生的欲望嘛 所以说今天整体比想象中打下来要顺利嘛 而在早先结束的女团决赛中 中国女队的对手同样是日本队 中国队派出了丁宁 刘诗文和朱雨玲 对阵日本的石川佳淳 早田希娜和伊藤美成 三人在比赛中始终占据着主动 牢牢压制住对手 以总分3比0横扫日本队同时实现8连贯 我觉得应该说今天自己是出战两场比赛 然后第三场单打 因为前面大分也是2比0领先 其实自己也很渴望这场球的胜利吧 虽然可能开局的时候自己还是有一些小落后 但是慢慢自己还是在场上调节了这种状态